那古人也说了一句话 就是补肾不如补皮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肾不是先天的吗 是这样的 肾为先天 皮为后天 这两个是 是在身体里面怎么讲呢 一个是先天的 就是我受之父母的这个部分 以及我将来传宗接代的这个部分 这是肾 那么你假如说皮不好的话 你连消化都没有消化到 那些好的东西 进到你的身体里头去制造 你需要的那些东西 那么这样子的话 怎么能够说是补肾就好呢 其实皮肾都得霜 没事的时候先来按穴道 有没有对肠胃有保健的穴道呢 穴道其实很多 很多帮助肠胃的 例如最简单的一个就是 足三里穴 三里穴在哪个地方呢 三里穴就在这个吸眼外毒鼻往下 四个指头或者叫做三寸的这个位置 就有一个穴叫做足三里穴 而这个足三里穴呢 我们可以常常自己做的话 就可以这样子压按 压按 可是你看这样子压按的时候 挺累的 要弯着 挺累你要弯着腰 你就不能做其他的事了 拿个锤子锤子 所以有一个办法很简单 我们可以这样子就是用你的一只脚的脚跟去压另外一只脚的这个足三里 这样子一面这样子压着一面还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所以这是蛮方便的一个方法 除了这个以外呢 还有一些穴道也对这个脾胃有关系的 假如说你现在觉得胃里面像是奔门 胃这个地方比较疼痛 有一个穴叫做内观穴就可以压按 因为这个内观呢 它又跟公孙这两个在七经八脉上面是非常重要的两个穴道 公孙也是在脚上 公孙在脚的这个脚大拇指的这个肌骨往后一寸的地方 这个位置 那常常可以这样子 一面压着公孙穴 一面压着内观穴 那样子就可以使得脾胃消化功能变得很好 这样挺忙的 又要压手又要压脚 一起压 我们做的时候很简单 在食物上面你就可以 就翘脚 翘起脚来 一只手压着这边 一只手压着那边 这样就可以做了 自己做都是很简单的事情 那么在这个地方叫做公孙的内观公孙 这样子一起压 然后它又调齐心八脉 又调胃心胸所有的毛病 是是是 就是用左手去按右脚 然后我的右手按足 除了这以外呢 还有就是在这个脚大肌骨 刚刚好肌骨的后头一点点 所以叫太白穴也很有用 那么这几个穴都是我们经常可以保养的 脾胃是好的穴 保养脾胃的一些穴 是 那么现在呢 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对脾胃很好的一个药膳 白扁豆的粥吗 这个粥 粥其实它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米嘛 对 所以呢这个白米这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扁豆 扁豆是一个药材也可以说是食材 你吃的这个粥 就是扁豆再加上薏仁 然后再加上红枣又是补皮味的 跟这个米呢煮成粥 那么这个粥呢 是一个补皮味 温皮味的一个处方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观众朋友一定会想说 那我煮这个粥我是吃无味的 还是可以加一点盐吧 还是怎么样 所有的药物要进入身体各处去 根据无味的观念 盐呢是咸的 可以入肾 所以你吃这个东西 你要让它 加点盐 入皮再入肾的话 你可以加一点点盐 假如说你只是想要入脾胃 去保护脾胃 帮助脾胃的这个温暖的话 那么你可以加一点点糖 那这是干味的干入皮 有人是怎么建议怎么吃的呢 很多的书里头都讲到 糯米的米汤或者是白米的米汤 都是很好的养胃的东西 以前有一个处方 它是治疗肺也治疗胃的一个处方 就是白急把它打成粉 或在糯米汤里面 或者是白米汤里面 然后喝可以保护肺 所以这个肺里面 就是打了空洞的都可以治好 就这个东西 那它是怎么样 它因为它黏黏的 现在的人就用什么 胃乳片之类的来保护这个胃 是一样的概念 除了这以外呢 糙米也很好 但是糙米呢 也是不能多吃的 它怎么样 它太过于粗糙 所以你进入胃里面以后 要用比较强力的 这个皮的功能去消化它 因此呢 皮的功能就要用得很强 这样子的话也是有它的 也会过度消耗 连米这种东西都要注意 不能过度也不能没有 它们对身体好 但是不能过度 就这么简单 那么我的临床经验 就是说假如这个人 吃药就会拉肚子 就会腹泻 那就怎么样呢 就是嵌食莲子 加在你那个药里面去 它就不泻肚子了 为什么 这两个东西 你看又补皮又补肾 以补肾为主 这个莲子呢 就以补皮为主 就这样子 结果皮肾一旦弄好了 那么本来是应该造成的 这种肠胃的过度的蠕动 它也好了 所以肠胃拉肚子 吃药拉肚子 不是药引起 而是它的肠胃的过度蠕动 是过度蠕动 因为有一些药 它会造成这个问题 有一些药 那么你利用了它 它就没事了 好 另外呢 你看这个地方的红枣 也是很好的 例如说开一个八枕汤也好 开一个十圈大补汤也好 开这种药的时候呢 它最后都是 甘草 生姜 大枣 为什么 甘草 生姜 大枣 就这三个东西 甘草 生姜 还有这个大枣 这三个东西合在一起 是最好的味药 它又温暖味 又补住了味的那种虚弱 就这样子 然后甘草呢 有中和的味道 那么这样子的话 它在一个很复杂的处方里面 它就能够帮助了 人家会说 你胃痛的时候 喝一杯温牛奶 热牛奶好像可以缓解了 一般人的感觉说 喝牛奶可以中和味酸 对啊 但事实上你喝到20分钟 30分钟之后呢 那么牛奶里面的钙离子 还有一种叫做乳蛋白 它会刺激我们 这个味的味酸的 褂蜜 那么味酸 褂蜜更多以后呢 反而呢 会来刺激这种溃疡面 那种疼痛呢 会让你更不舒服 所以初期是缓解 但是后来是有副作用的 像我们知道就是其实 胃痛它可能是有一些程序 刚开始可能是胃发炎嘛 然后就 感觉怎么好像 脏脏痛闷闷的 然后有时候还会 伴随着好像有点 不知道怎么样 好像有点 胃筋软 对 那胃筋软跟我们的 所谓的十二指肠溃疡啊 或是那个胃溃疡 是有直接关系吗 跟胃痛它是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 对 一般的患者 如果他 在有这个胃闷闷的 痛痛的时候 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把这个身体弯曲起来 对 对不对 因为他痛的时候 他收缩把身体收缩起来 他会感觉疼痛稍微 舒服一点 那是因为 这个胃在 他发炎的时候 有溃疡的时候呢 他就会 痉软 痉软之后呢 会造成 胃正常的这种蠕动呢 就消失了 所以当我们 吃进去食物之后呢 他会在 胃里面 就没有办法 在正常的时间里面排空 所以 食物在胃里面停留太久 他会变成什么 造成发酵 发酵以后呢 他里面产生气体很多 他这个这个患者就会有什么干液食臭 嗯 我们台湾讲 怕臭生的 嗯 或者说他肚子会胀起来 排气很多 有胃不太舒服的人呢 就是他可能在吃的食物上 可能也要特别注意 医生有没有推荐的 什么样的食疗的方式 可以推荐给我们这些朋友呢 好 我们中医讲究这个药食童眼 对 那么有一个叫做小米南瓜粥 这一个药膳呢 事实上对胃溃疡 12指産溃疡 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呢 具有很好的效果 像这个南瓜呢 他含有很丰富的这个果胶 可以保护我们这个肠胃的黏膜 南瓜也可以来促进胆汁的蜂蜜 加强肠胃的蠕动 帮助消化 那一般这个小米呢 他很容易吸收 那么这个莲子呢 他这个里面 他有补皮的作用 那么他的营养成分也相当高 是 所以整个组合起来呢 他不仅营养 最主要是他 他容易消化 对保护肠胃 黏膜 有这样的功用 所以基本上都把它煮软 对 煮软 那如果他 已经有确定有溃疡的人 病人呢 我们可以煮的更烂一点 还要比这个更烂喔 对 让他入口即化的感觉 更好 因为我已经有伤口了嘛 对对对 不要让他再这样摩擦 如果煮的像这个米 西米一样的话 那就更好 为什么我们用小米 我用不用 不用那个白米 用它更细 更软的话 消化更好 所以我们可以去果汁机打一下也可以吗 应该也可以 对对 就是打烂 所以基本上给这些胃有问题的人的饮食都要比较更软更烂更糊一点就对了 对对对 让他更容易消化 更容易消化 那其作为更快一点 是 那在饮食上有什么样的禁忌 就是应该是说不能太粗糙的嘛 对对对 因为怕会磨到伤口 就是说这种纤维太粗的食物呢 就尽量来避免 那么也不要吃太甜的 太酸的 太冷的 太热的 或者辛辣的食物呢 对于这种 胃炎或者胃溃疡的病人呢 都是必须避免 不太适合的 那在扎针上 有没有哪些阻屑是您通常会去用针的位置呢 对于这种胃痛 在针灸疗效上比较好的 一般在体针上 我们会选用竹山梨内观中腕 来治疗 那么如果疼痛比较厉害的 那加点电针 那么效果都相当快速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通过耳穴来 减少胃的疼痛呢 对 那么用耳针来治疗 它有一个优点 就是说医生可以在这个 他的耳朵里面下针之后呢 那么用一个胶带把它贴上去 那么患者回去之后呢 那么他可以自己在疼痛的时候 就每天做 多做几次的按摩 那么这种止痛效果也很好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取这个胃疏 皮啦 肝啦 神门 每次呢我们就 选两个穴道到三个穴道 来治疗 那么另外也可以用磁珠来附贴 一天多按摩几次 也能够来缓解这个胃痛的情形 这个现象会让人家这么的痛苦 然后这么反应这么剧烈吗 就我的观察 大部分这样子的患者他是说 他吃到甜的 喝咖啡 对 甚至于说运动 其实运动的时候 他可能穿了不适当的衣服 那当然有些人为了身材交好 他穿了比较紧的衣服 所以他去挤压到胃部 常常讲说运动前不要吃东西 那他可能运动前吃了一些 留职的东西 所以他在运动的时候 因为我们知道胃是一个囊带 那他经过衣服的挤压 往上冲 那照理说应该要往下走 可是上面的这个法口 下食道扩跃肌的部分 被他给冲开了 是 所以他这个酸水就往上跑 所以这些现象 其实都是你们在临床上 看到的一些症状就对 这就叫胃食道逆流 我们嘴巴下来 这个口腔的部分下来之后 这一段到胃之前 这个就叫做食道 大概四十公分到五十公分左右 看每个人的身材不同 那所以在火烧心的这一部分 就是刚好在食道上面 胸口这个灼热的感觉 因为下食道扩跃肌被冲开了 所以酸水就往上跑 那所以有的人他会说 我嘴巴有酸水跑出来 就所谓的吐酸的现象出现 甚至有吞酸的现象 因为他觉得嘴巴里面酸酸的 那这样子就是一个很典型的 胃食道逆流的症状 在治疗这一方面 会用针灸吗 是 比如说我们会有气逆吞酸的 我们可以用这个内观 怎么取呢 这个往横纹向下取两寸 怎么取两寸 自己的三指做两寸 那对着往横纹下 那在两斤之间 所以这个叫做内观 那也可以取这个河骨 河骨在这个第二长骨正中央 那在这个第二长骨之间 正中央的地方 我们可以按压向外推向第二长骨正中央 在过去的节目当中 很多医生都告诉我们说 顾脾胃最好的就是四神汤 那今天医师要介绍我们什么样的药膳呢 好 那我们以这个刚才主持人讲的四神汤为底 我们加味了一点 那主要是固味 所以叫加味固味四神汤 那主要的材料有这个猪小肠 大概准备半斤 那我们来准备这个 茯苓 山药 芡食 莲子 这就是传统四神 对 这就是传统的四神 那我们后面就是加味的部分 比如说白竹 这是炒白竹 为什么要加白竹 白竹的话它主要是 以顾脾胃 养胃 健胃为主 然后再来神取 顾名思义它是取类 所以它是可以帮助消化这个米饭类 有类似菌的那种概念吗 对 然后再来山楂 那山楂消化我们这个肉类的 是 然后肌内筋消化这个 比较不好消化的这个肉类的部分 还有这个纤维脂比较多的部分 然后再来一个沙仁 给它补一点元气 所以用这个沙仁 那当然是记得 沙仁要用之前要把它敲碎 要用里面的籽就对 对 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里面的籽 OK OK 所以那个壳可以不要去煮吗 那一般的种籽类 我们都需要把它先行敲碎 敲碎之后里面的成分才会出来 那我想胃食道逆流的朋友一定是 也是很烦恼自己有这样的症状 那平时他要怎么样去注意他的生活 饮食或是 怎么样的方式可以让它 降低这样的现象呢 是 吃饭的时候 最重要的一点 是要专心地吃 所有的这个忙碌的一般民众都是因为 我要很快地吃完 所以他可能一面做事 一面吃饭 然后加上他吃饭的速度非常快 对 然后再来一个 要细脚慢一点 很多人吃不到两口 那一个便当已经吃一半去了 所以他几乎没有咀嚼 是 那其实消化的过程中 有一大半是经过嘴巴 鸭齿的咀嚼 把它食物磨细磨碎 不然你整个吞进去 有的人 这个古书上有讲说叫顽骨不化 吃什么进去 然后上什么东西出来 那几乎就没有消化 那再来一个 小吃宵夜 很多人喜欢吃宵夜 是怕吃了宵夜马上躺下去会 我们吃完东西之后 其实因为睡觉的时候 肠胃应该休息的时间 可是你吃下去 他是不是 你就逼着他要动起来 那该休息没有休息 然后你反而造成肠胃的这个负担